嗨,大家好,我是阿妹妹 这个是我刚买的叫做黄金天鹅蓝 花是黄色的,是非常的漂亮 因为刚买回来也还看不出来 因为还没有开花 因为这个盆子实在太小 各位看,它又多长了一根肥成这样子 都快挤爆了 我想说刚买回来嘛 就干脆就帮它做个移植的动作 因为我很少看到这种长相 造型蛮特殊的 所以我想说蛮特殊的 我想说就买一颗回来种种看 其实也不贵啦 一颗一百块 就是说我还能接受的范围嘛 就是新的,我没看过的 我们就说就买一颗回来种种看 因为盆子太小了 我想就来换盆吧 那当然就是准备我们设计的这种兰花盆嘛 那另外准备了一些水苔 还有那个树皮啦 因为我们树皮那时候买了一大包啊 对,所以要用水纸都有办法用得到啦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弄 我先把放一些树皮 树皮就是也可以保湿啦 再来我就放那个水苔 再来我就放那个水苔 先看这个放不放得下 高度算一下 是长这个样子的 不要剥它 直接放下去了 对 小支的槽外 小支这样 这个槽外 对 看出来 就是在这边 对,这样 那我们就再把水苔把它空隙填满 嗯 感觉这个造型很特别 各位能看 又有点像水苔 可是很少看到这种造型 我经常去逛 也是上一次才看到这种的 以前那个老板应该没有进这种的 我想要特别来讲一下 像这个根 这个气根 都要看得见 不要包在水苔里面 我有包到吗 没有没有 这气根都要让你可以目视到气根的存在 嗯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些植物 在 在这个原生环境的时候 他们是用这个抓在树干上的 所以你在原生环境 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树根 就是说气根它是外漏的 对外漏的 外漏的 所以气根不要被那个 那个水苔把它紧紧包起来 嗯 因为我们尽量是模拟它原始的环境 那这种树根比较好 这个叶子黄了我想把它剪掉 好 黄的顺便剪掉 对 因为它就黄 所以它剪掉就好 而且你在移植过程就是 不要再剥它的根就对了 怕受伤 对 就尽量保持原 原状就好 原状就好 那剛才牠生長在塑膠盆裡面 表示牠的氣根並沒有外露 那我們現在讓牠外露 應該會對牠比較好一點 因為一般我們去買 這植物的時候一般就是說 牠們出來的時候都是用那黑色軟盆 比較不透氣 如果回來的話 就是說稍微把它換大的盆子 像我這種自己設計的那個蘭花盆的話 看就很透氣 兩頭是有很大的洞 然後正面還有大很多小洞 對 然後排水性也很好 所以應該會長得比較好才對 對 這樣子就移過來之後 應該就會比較 長得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對 好 這樣看得到嗎 因為這樣就 沒有跟牠動到就對了 對 就是 就不要移動牠的那個根的那部分 暫時就不要動就對了 對 那這樣就種好了 然後 我常常跟各位介紹 自己設計一個很好的那種 蘭花盆給牠住 看 也是看起來也還不錯 住的應該還好吧 對啊 那這個就是 我今天介紹的黃金天鵝藍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的 也很好奇 所以就買一顆來種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也可以去買來種種看 目前應該花式還有得買吧 也不貴啦 台幣一百塊 一百塊跟你長那麼大 很好吧 我們買東西都不會說買很貴的 就是說好玩 然後價錢合理的話 自己種種看 就是一種瑜伽這樣子 好 種好了 那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 也請幫我按一個讚 謝謝啦 掰掰